賴色小姐做一個新節目 講一些兩性關係 賤女人、賤男人的故事 Hello 你好 我是賴色 賴色是獨女 我們是溝不對女的可憐蟲 我們的節目名 腦蛇 獨女 喂! 來到第十四集了 十四集 終於回來了 你回來了 你都走了 這麼巧而已 喂! 你好 我是視野觀映器版主Alex 我是希觀映器士的 第十四集的電影書才看 終於齊翻人了 終於齊翻人 不用聽我們獨家穿字 之前我也試過一個人 你也試過一個人 我一個人就很難聽 即是會你冷到的 真的很難說一個人 你回來了 我跟觀眾都聽眾說過 你去了旅行兩個星期 都想看看你今次去哪裏玩 其實大家都看過PATEO 我年年去HALLOWEEN去上癮 我都很害怕去HALLOWEEN 如果凌晨1點59分去排 他都會讓你進入 所以我昨天玩到凌晨3點 我覺得太辛苦了 所以今年就買了一張牌 你說今年很沒趣 玩得很快 但他的鬼屋很棒 今年我最喜歡玩 有一個用閃靈 去改編整個故事 他真的把全部很經典的場景 早上重現了 還有連阿積利高順 扮阿積利高順那隻鬼 超像樣子 即是長頭髮 連樣子去化妝 到跟他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設計 都頗有心思 所以我年年都去 適合你經常去 你當然不知道這些玩 去年我還沒做LALA 去L.A 看完LALA 我都很想去他的場景 今次也有去一去 因為我在L.A.留了一天 去了LALA的天文台 跳舞跳到上升空那個 其實我之前已經去過 但今次再去的感覺很特別 可能因為套氣紅了 整個天文台的人 不停把LALALA的聲音 其實有感覺 但當時我忘記哪部電影 用過那裡來做場景 其實應該有很多電影 因為那裡算是L.A.市中心 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整個L.A.都看了 是一個很正的看外 但很明顯 我感覺到是做完這套戲之後 很厲害 因為不斷播放很多聲音 和地區都不斷說 這裡曾經有LALALA拍過 也是一個挺有趣的電影場景 另外我也去了加拿大 我去了JASPA的National Park 即是落機山脈那裡 我去到才知道 原來是福仇勇者在那裡拍 是嗎? 很棒啊 然後我完全感覺到 迪卡比奧 真的不是演戲 真的冷到瘋了 很冷 很冷 因為我去了拍公園附近的冰村 我一輩子有什麼事 即是他落影不是演出 是真反應 聽起來很棒 但你沒理由只是去場景 還是去看電影 也看了一場戲 去完加拿大 我又回到美國 因為加拿大飛回香港 不知道為什麼貴兩三千元 但美國回去便宜 便宜 而且時間漂亮 我又特意飛回美國 去了西雅圖 老實說西雅圖沒有東西看 就去看一場戲 挺有趣的 有一個類似科學館的物體 一個科學館裏面有兩個IMAS的戲院 這麼棒 兩個是貼在一起的 既然我來到 兩個都試了 一個叫Packa 那個Packa主要是做一些紀錄片 即是坦白館的 對 坦白館 以及機場曾經一起做過 那間IMAS的戲院比較小 但它的音響效果是超級美 最初給了一段類似司機的音響 感覺到完全滑在森林裏面 整個好像有一點Atmos 那類似的感覺 但那個比較小 後來我去了 晚上又去旁邊 叫波音IMAS 看銀疫殺手2049 它是西雅圖第一間Laser IMAS 這一套是我第一次在亞洲以外的地區 第一次在東莞以外 不是台灣 你看我Laser IMAS 它的畫面 因為它也是一個單凍式建築 它完全不是商場裏面 那個螢幕真的大到瘋 有空間 很棒 因為完全是整個融入了一套戲裡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西雅圖那邊 其實這兩間是值得一試的 我覺得 我真的很想飛去看也好 沒有理由去到台灣 去東莞 因為美國的人看的反應很棒 看完很喜歡拍手 其實那時在澳洲 不過澳洲那時沒有看過IMAS 我真的輸遍了 那時IMAS都沒有這麼入流 在主流電影裡面 通常是做那些 紀錄片 可能一年都有一兩套的 那時IMAS 那時也很少 那時真的不懂得去 去到連一間東西都拆了 現在要重新裝修了 2019年開回去 不過是小了 小了 但都說是澳洲最大的 不是都是全世界最大的 都是全世界最大的 沒有以前那麼大 都說是最大的 但不知道它怎麼大 講完旅遊 講完背景 入回正題 今個星期又好像比較多一些電影 是不是 今個星期 也有幾套 有幾套 當然一套雷神就好像全部撞下 但之後十一月頭也會多一些電影 因為之後有亞洲電影節 那陣子演戲之後 又肯定逐步逐步上 一些比較小眾 比較有少少主流性 又或者是電影 首先講這套 這套我沒有看 因為那天 原本我是去看的 因為始終病魔 急咬了 就頂不住 所以就沒有去看這個七 不是是七 黑時空 七黑時空 其實看了海報的時候 我覺得挺吸引的 是吸引的 而且有一個女主角也挺漂亮 她有一幕是超級V 挺正 對 但她之後有上一套 她又有去反應 不過不是很 那一套 就是蜜田報仇 有去反應 不過不是很長 都是看一套 但是下這套 你就看了 其實她的故事講了什麼 其實我講一講這套 這套我看完有點失望 因為你看這個故事 是一套類似改變時空的類似 好像以前 都很多 以前危機解密 逆時空追擊 那一類似 還有這麼巧 也不是香港 剛剛來到也有一套 死亡無限 Happy Death Day 剛剛在美國很收得 在香港就上 在香港就上 有少許撞巧 在K-Law View裡 這一套就比較特別 其實她不算 像你看過同類的 可能要拯救世界 或者要去殺過恐怖分子 這個其實她竟然 拿時空穿梭來玩親情 這個我是 瘋了 最初是OK的 最初是OK的 故事講什麼 就是女主角 其實是很典型的 美國的天童 上學跟著一群好姊妹 有少許欺凌成分 有時欺負同學 好像一群很Bitch 很八婆那樣的人 有一天去完派對之後 撞車 女主角醒來 發覺她被困在同一天裡 無論她怎樣改變 就算逃得過那場車禍 就算她睡了 再醒醒 完全一樣 跟死亡夢想的 感覺有一點 她吹大一樣 吐氣就不知是否一樣 看上去好像也OK 但是你看一下 你開始感覺到 其實整件事是沒有目標的 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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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目標去做 但這套開頭 正如我所說 玩一些親情是OK的 女主可以感覺到 既然逃不出這一天 雖然做了些什麼 明天都會重新來過 但不如嘗試怎樣 珍惜家人 珍惜朋友 以及最近有一些獨男暗戀 她喜歡一個英俊 但其實獨男才是最好的 但分成假第二天又不同了 她都嘗試跟逐個逐個不同的人 去交好一些關係 最初有點感人位 但當你看了一半之後 你發現這件事是沒有目標的 你改變完 第二天又不同 那怎麼辦 看看有一點沒有焦點 開始不知想怎樣 去到最後那一刻 她突然之間亂過遊戲規則 去到最後那一刻 要做一個高潮位 故意做到好像很緊張 想玩一些比較宿命的 感覺 亦都想做出人意表的感覺 那怎樣就不爆 但是 看到最後 咦 要出人意表 砰 完了 看我扣 有人說 都不止你一個 好像很多人 很多朋友看完之後 爛尾 爛尾 其實我過頭是真的不錯 因為我沒看過這種戲 玩親情友情 還做了一點感人位 其實有幾下是眼淺應該哭得出 但到最後 想哭的時候 飆回頭 對 突然之間很緊張 有些動作場面 做什麼呢 那這樣就完了 整件事就這樣 真的拆了 對 所以香港這套東西 好像延遲了很多 八月還是九月 都有一段時間 因為台灣好像八月還是九月 對 不斷地自己躲 其實你都感覺到 可能是有點復復的 其實我這樣說 這套東西 其實我不是在戲院看 我是在飛機看 你放在飛機那裡做 你都知道這套東西 也不是的 你飛機的話 其實也可能有機會是好看的 我意思是 上映的時間 有一段時間才在飛機那裡做 我看完都 奶奶的東西 奶奶的東西 你這套是奶奶的 我之後那套也是奶奶的 其實我又怎樣說 我想這個導演 剛剛也想說 這套導演 之前其實太好看 我覺得性感的方言 毒網 或者伊人當志強 這幾套我都覺得是好看的 近年就開始跌窩樓 這個我講的是司體分析室部 我想他自從Ocean Eleven之後 就開始玩東西了 整個人不斷改了 他們拍片的風格 現在是想說 這套就叫做 勞根急轉彎 你看到這個勞根 跟之前那個勞根 沒有關係 其實關係就是在於 他們一人 套戲裡面的人物的姓氏 都是聖勞根 所以怎樣叫勞根急轉彎 爛到這樣可以改名 改名 我跟發行那邊談過 原來他是想玩食字 想玩勞根急轉彎 這就糟糕了 其實這次 這個真是 還要好笑 現在是吃爹仔 雞巡人眼淚 八幾次之後 八幾次之後 嘩喂 同一百行 對啊 最差是同一個PR 這就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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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記得幾年前 我想他也宣佈過 其實都拍完一套HBO的電視電影 叫華麗後樂園之後 其實就不再拍片 他好像說過都不止一次 對 都不止一次 就是宮崎講了這麼多次 宮崎講了這麼多次 說了這麼多次 那又有新戲 他也是 他也隔了四年 拍這套叫《勞根急轉彎》 這次其實這套戲 又找回一點點 類似《Ocean Eleven》那種的格局 就是有些幽默 要引你發笑那一隻 其實故事就是說 有兩兄弟 那就是勞根這兩兄弟 就說其實都面對 可能他生活已經都很 好像不知道怎樣 整個沒有目標 之後就打算去做一宗大事 是 就打算在一宗賽車的一個比賽裏面 背後就打算去做一宗大的 叫做那些叫做什麼 叫做劫案 偷錢 但是單憑他們兩個 就沒有這個能力去做 於是就找了一個 所謂的一個大佬 這個大佬是誰做的 就是由007的Daniel Gregg去做的 那找了他之後 就去做這宗大生意 當然了 中間發生了很多不同的鎖匙 或者有很多所謂的小動作 令到大家想笑 就是渡海豪情 Exactly 其實根本就是他有一套 有人說是渡海豪情的一個叫做年輕人版 他又不是沒那麼成熟 渡海豪情十幾個人 其實這宗只是說數數手指 四個人 他是把整個方法放進去 但是如果你有看《渡海豪情》 其實你都會覺得這部電影很少二科 還有很多位置我覺得是 我覺得蘇德堡已經回答得來 是沒有了自己的風格 始終我想如果以前看 剛才我所說的幾部電影 我會覺得蘇德堡如果他拍一些 那類型比較有少少 Tough少少 風格幾個類型的電影 其實我會覺得是好看的 始終要商業化了 現在商業化了 之後又 我想有一兩套會比較好少少 有一套叫做 什麼Side Effect Side Effect Side Effect 我正想那套 那套是OK的 其實我覺得華麗後樂園都OK的 一來一來的預算小了 二來他拍了一個 所謂同志題材的電影 又有不同的風格 又有不同的特色 但是當他回到《渡海豪情》 那個《 formula》的時候 基本上你都玩一次 你又玩第二次 你幹嘛要再玩 我想這件事會很奇怪 當然我認識有人喜歡這套戲 就是喜歡他玩那個特色 就是人人之間的互動 但是我 重複了 重複了之餘 我覺得中間有很多滿場 我想中間如果你睡了 我想睡了十分鐘、十五分鐘 都接得到的 因為基本上 他的事都是重複重� 去不去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 你說他是不是不好看 我又不敢說 但我覺得是比預期之中還要差 幾位演員 我又覺得未必想像中那麼好 但我想其中一個有趣的就是 你都知道《渡海豪情》都是 只有一個女演員會很標籤突出出來 他這次也是 他突出了Hillary Swing 這個我看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有他的份 看回劇照也有 原來他將一條 formula 由十一個變成四個 都是這樣的情況 突出一個女主角出來 你看完之後就會明白了 整件事 他是想致敬《渡海豪情》 還是真的差回《渡海豪情》 我自己 我會覺得是 金飛色比 現在已經是 沒有了以前 我們看《蘇德堡》那個感覺 他變《渡海豪情》都已經變了 其實他那時候拍了《刺激傷紅》 那類型的戲 我覺得都是不差 尤其是當然《毒網》 《毒網》最好 而且你根本上《毒網》 我想現在的人 怎樣去拍一個 關於《毒品》的故事 其實都不是一件意思 整個家構 整個功力都展現出來 但一到豪情之後 好像《蛇巴胡》很胃 《渡海豪情》 我第一集還可以 第一集還可以 第二集還可以 第二、第三集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 第二集完全是 硬來 你完全玩東西 明年又有女版 女版是不是他怕 我忘記了 暫時好像查到 他好像沒有了 好像沒有了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再說退休 你知道的 宮崎晉認識這些 退休式的計劃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會無聊 所以我又不會不推及給別人看 大家看《蘇德堡》 自然都想看下去 我逼你去 最慘的是我入場看之前 我不知道《蘇德堡》 有些事情很難說 所以之後我又說了一部電影 我又是入場的時候 又不知道原來那個導演拍的 OK 那就又糟糕了 對了 完了第一集 下一集回來就講 剛才講的糟糕片 是啊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就三十歲 用了洗頭水 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用了 就全部出了 可能遲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 然後被趕在那裡 他是在我們的攝影 他太動了 他的頭髮